我们就接着往下说 顺便这是刚好提到了 如果这个数据是在本地的话 那么你的操作其实也是本地的 也就是我们在提到latency compensation 这什么意思呢 叫做直观的理解 就是叫延迟补偿 latency是延迟的意思 延迟补偿 延迟补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以往我们做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们删除个东西 比如把它删掉的话 在ajax的时代 实际上client端的权限 或者说它的能力是比较小的 当你想做一个事情 比如删除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事情必须在servo端做 因为servo有数据 client端没有数据 而且client端数据只是一个 静态的一个送过来的object 而且你删了没用 你自己删了 你servo端还是有 那下次刷的时候就回来了 对吧 所以呢 在ajax那个时候 或者更早lamp的时候 你做servo的操作 实际上都要去servo端去完成 把这个你要的请求的东西 给servo servo收到了以后 然后servo端根据它的逻地 如果你有权利的话 我在servo端数据库里把它删了 然后告诉你删除成功 这个时候呢 你才能把它从你的前端数据库里 把它去掉 这这样才保证数据一致啊 否则的话这个程序一定有错 OK Meteor时代不需要这样了 因为缺点很明显 刚才我们也说这个过程 你先点一下 去servo servo说可以 删了 然后再回来告诉你成功 你才删 这个要等待啊 如果这个网速不快的时候 你就会 你就会发现 经常点一些东西 然后半天不反应 或者说告诉你 转转转转 等待等待等待 在Meteor这个时代呢 这个都是历史了 都成过去了 Meteor时代 如果你删除一个东西 或者你增加一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你需要做的 是在你本地数据库里 增加一条记录 我重复一遍啊 是在你的本地的 local的 就这个浏览器里的 mini mango里边 加一条记录 没说错 没说错 他不需要让你去给server去加 那么问题 你一定会问 那么OK 那我本地加了 我怎么告诉server呢 否则数据不是不同步了吗 哎 有DDP呢 看着这些东西 edit 都是这样做的 咱们马上可以加一条啊 嗯 我看看我们仿造一条记录啊 比如这个 叫todos吧 我们现在就加一个 点insert 我们就哎呀 这个还不太好写 太长了 我我我我我我试一下啊 这个可能写起来 还有点麻烦 我我空几条记录 我看行不行啊 我们加一条这个啊 就是在这个list里边 我加一个text等于 hello I'm new here ok 我现在其实漏掉了一个 漏掉了一个 应该还有个created ad 但我现在不想写 好长啊 我试试这样行不行啊 ok看还可以啊 注意啊 这个刚才这个成功的结果 就是说我在这图肚子 因子的一个东西啊 他马上告诉我 因子的成功 这个是在前端 在浏览器 我现在在浏览器里做的啊 看马上有了 hello I'm new here 马上要增加 就实时的就会出来 这么个东西 然后呢 如果你们注意到了 刚才这条 马上就会有个新的东西 出来告诉我 这个有inzert 看啊 这个messert告诉说 todo字有一个inzert inzert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的内容 就是我刚才敲那个东西啊 id是他自动升腾的 I'm new here 什么意思 他meteor会自动啊 我可没写这个代码啊 meteor是自动的告诉server 说我本地数据库了 有变化 新增那个东西 server马上也会响应啊 这下情马上下情过来说 ok我同意你加了 然后也edit collection里边加了一个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I'm new here之类的 看这儿 Hello I'm new here server又告诉他说 我同意了增加 然后就马上后面 就给了这个update 因为server你加了以后 他马上就说 我这个todo字 这个数字又加了一个 刚才不是这个3 现在多了一个 数字又增加了一个 这个就叫延迟补偿 因为我加的时候 是在前端 在本地加的 数字会加了一条 这个是不需要等待的 因为这代码 在本地执行的 我一加了一个就有 我现在要再加一个 他还会马上出来 马上就出来 对不对 注意看这儿啊 我在这儿写 你注意注意看这块啊 我再加一条 马上就出来 没有任何延迟的 因为它是属于叫先展后奏型 我先加上 然后再传给server 那么这时候 这个聪明的学员 可能就要问了 那这有问题啊 那如果你没有权利加 你冒充admin 或者你hack了到流行器里边 你说你加了 怎么办 server怎么拒绝它 对 这里有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叫allow和deny的逻辑 这个逻辑当我们这段代码里没有 这个程序太简单了 所以都没有提到 实际上是可以在 在server端是要有一个 deny和allow的一个逻辑 也就是说 当前端有一个数据户修改的请求 像这样的啊 messor的 inster到这个 server端的时候 server端是要判断 你是有权的 这个操作是不是有权利做的 如果是有权正常 那就OK 就跟现在刚才这样是没问题 我这是没有deny嘛 如果发现这个是没有权利的 比如你 你去改一个 你没有权利去 做的一个操作的时候 比如你修改别人这个list 那这个时候呢 server就会拒绝这个事情 那么拒绝的结果呢 就会发出一个拒绝的消息 给这个前端 前端就会把 你刚才添加这个东西 就给你删除掉 所以其效果呢 我现在没有时间去demo它了啊 效果就是说 你加了个东西 它顺时间出现了以后 然后顺时间就消失掉了 就退回到 你没有加的这个状态 这个就延迟补偿 很有意思吧 想想我们以前写在嘛 做这么事多么缝目的复杂 现在我都不用去做 自动就解决了 好了 那咱们再提下一个叫 Fullstack reactivity 那我们先把这个删掉啊 这个是我们做过的东西 我就不理它了 好 底下掉啊 后面这个Fullstack reactivity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叫全战的 这个随动或者从动啊 这个reactivity这个词 我一直没有特别找到合适的翻译 我们当时在翻译 discover meteor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翻译组里边也做过讨论 说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被动吧 不好听啊 这个被动总觉得不主动啊 大家觉得应该主动 后来我就说随动吧 或者从动 反正后来我也不知道大家最后怎么怎么决定了 反正总之嘛 就是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数据 是由于别人的改动呢 是会让我这数据进行改动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啊 咱们这儿啊 这变成啊 这-1了 这逻辑有错误 因为我这加了太多了 还没有送进去 比如这个地方啊 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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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啊 它是可以根据 你看我这边随便加几个 它的数字就在变动了 看到吧 现在是4啊 再减这变成3了 这变成2了 如果啊 咱们讲说不是用meter的话 这个逻辑的改动其实也是蛮麻烦的 为什么呢 你需要想用一个event 就是你当把这个点了 或者不或者减了的时候 加或者减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这页面中有什么东西会被它影响 首先你要把这个打个X 对吧 让它delete这个按钮出来 这是必须得做的 同时你还要考虑到啊 这还有个技术器呢 你得把它也加一个或减一个啊 必须得做 否则的话 这就不一致了 OK 这页面很简单还OK了 假如说页面十分复杂 你这个软件工程师必须得想明白 这个东西跟谁有关 然后它又会影响到啥 如果这个 假如说这更复杂逻辑 就比如小于零的时候 就变成红颜色的 或者变成警告 怎么这些逻辑会十分复杂 那么软件工程师在这个做这个时候 就是可能会出错 所以才后来有了很多的什么MVC啊 包括这个很流行的这个Angular 这个在前端 他们的出现呢 就是来帮助程序员来够把这些所有的东西能够进行比较聪明的这种smart的处理 那这里面最聪明的其实就是Meteor的 Meteor聪明到什么程度 它叫FullStack 这个Reactivity 就是所有的这里面的文字啊 包括数字啊 都是一个变的东西 也就是说当你一个东西被改变 比如这东西改变的时候 我不需要去自己考虑说它会影响到谁 我只要它定义这个数字的时候呢 把它定义成跟谁有关就可以了 这个结果就是说 当你某一个比如这个依赖于这个这个总数的这个count的话 我们在定义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就说它等于这个的count 使所有这个这个count 这个定义完了以后就完事了 我就不需要管了 那么一旦当这个count 你这个所有的增增减减都会改变这个count的数量 那个数据库这个一变嘛 它的count一定会变 等这个变的时候呢 Meteor会自动掉这个 这个含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结果就是重新计算 rerun这个数字该是什么 所以呢 当我我们去以这个为例子 当我减了一个的时候 数据库会 因为这个我前端这个减了 然后DDP告诉 数据库说这个减掉了 然后呢 数据库会说 我数据库改了 那么我会被 谁会受我的影响呢 一看这有一个定义好的 说这个count 它是我这个数据库里边 这个这些 这些document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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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数 数多少个 所以呢 如果我发现的话 我会rerun这个事情 他会重新把这个count一变 然后得到数字 然后再送回来 所以这种做法呢 让这个开发人员的负担 那变得很轻了 就是我不用管 这个是多少 我只要把逻辑写出来 说这个就是它的count 就完事了 一旦这个数字 count有变化的时候 这个数字会自动变化 我不用去管它 而且这个可是端到端的哦 什么意思呢 从前端的界面上的 任何一个 一个界面的元素 我们把这个叫element 比如这个element 这个2 这个element 从这个element 它一直到我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内存里边的 一个object 就是count这个object 一直到DDP那一端 撕我这一端的数据库里边 在某一个 记录里边 在某document里边 某一个field 当这一串的里边 任何有一个变化 比如这个field被改变的时候 比如被别人改变的时候 这个数据会沿着这个DDP 一直送到前端来 把这个给改动 我们现在可以演示一下 我们先refresh一下 这块东西 我把这个 先关了 然后把屏幕放小一点 像转二倍的时候 我争取能够看 能够看两个 能够打开两个浏览器 把它拉过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 这个所谓的端到端 是怎么实现的 还是访问同一个数据库 大家看这两个是同一个数据库 一个现在meter principle 二什么的 注意看 我在一个数据库操作 在一个浏览器操作 看 另外一个浏览器 就自动跟着就变了 看到了吗 当然了 如果我贴到另一个language 这这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他们俩subscribe 没关系 但是呢 你对这个数字在变 这个数字在变 看 这个 我在一改动啊 这个数字 看是鼓包这个位置啊 这个数字在 这个数字在变 也就是说 你不管把它搁到哪儿 它都是随随动的 我可没有去代码写这个东西啊 如果你把这个啊 也跳到这儿来 你看 这俩又一致了 你看 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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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删除啊 或者我在这加一个 一个language 我们把它加一个 Coffee script 看 马上这两个就都加了 这个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 如果我把这个 放慢动作啊 慢动作 我 加一个东西 改一个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我是先在 这个浏览器 我右边这个浏览器的 数据库里边 加一条记录 然后右边浏览器的 这个这个记录 如果增加了以后呢 这个浏览器会 通知我的这个server 这个是我的server端 告诉说 我增加了一个记录 我的server一看 允许你加 好了 我的server在我server的 这个mangoDB里边 server这个mangoDB里边 也把这条记录 叫Coffee script 就不加上了 然后由于这个 我的这个浏览器 这个二号浏览器 这是二号啊 这是一号 我二号浏览器呢 因为我也订阅同样一个language 我也在language里边 所以呢 这个数据的改变 会通过DDP送给我这个二号浏览器 二号浏览器 这不是也有一个mini mango吗 对啊 这是mini的啊 mini mango这个我画得大 你画小的就更像mini mango了 充着他说 哎 我这加一条记录 加一条记录 Coffee script 加一条 好 然后呢 因为咱们是Fullstack Reactive 这条里边的这个list 就相当于这个表的每一条记录 然后这个count呢 就相当于这个9啊 就相当于这个记录的一个总和 一旦这个数据库改动了以后 这个数据库meteer会控制 自动去重新计算 这个list和这个count 于是这个Coffee script 这也加上了 这个数字也到了改变了 所以你们看到这两个东西就这么 很完美的这么配合好了 看着很神奇啊 一点 一扇 两个一模一样走 而且啊 这个是real time 为什么它能real time 你们还记得吗 刚才我讲过 因为有一个socket web socket连接 它是双向实时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东西也做不到 怎么样 挺神奇的吧